剛剛出爐的最新的民調 除了國民黨看出來的趨勢是 不管韓國瑜怎麼樣子 配對對比的方式去做民調 韓國瑜都是通殺完勝 對於民進黨來講 這份民調要看的就是 另外一個部分 這份民調因為民進黨現在 正在進行一個初選的延長賽 這到底是在初選還是在協調 定義是有一點點的模糊 有人認為現在是在 初選的過程當中 有人認為說現在是在 協調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調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參考的數字 所以這份民調當然也做了 跟民進黨初選有關的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民調 到底現在是一個 打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英軍跟德軍在互相轟炸了 兩三輪之後 現在最新的民調到底是如何 我們來看 只要是看的是 先看這個叫做黨內互比 就先不要管其他陣營 所推出的人選 先看黨內互比 賴清德是38.9% 蔡英文是23.3% 這個領先的幅度不能說不大 明明最近英軍轟炸的火力比較強 為什麼現在德軍 還能夠守住38.9% 這也是滿奇怪 這個民調的調查時間 是4月4到15 就是最近 就是這一兩天所做的民調 這其實已經英軍轟炸德軍 已經轟炸好幾波了 可是賴清德還是贏了 蔡英文將近15個百分點 另外如果是看藍綠對決 假設柯文哲沒有出來選的狀態之下 韓國瑜跟賴清德是48%比42% 韓國瑜跟蔡英文是51比37 這個叫做對比式的民調 如果只有兩組人對比式的民調的時候 賴清德是42.6% 蔡英文是37.4% 也贏了將近5個百分點 所以賴清德不管是在對比式 或是互比式的民調 現在顯然都比蔡英文有優勢 如果是薩喀都 就是說柯文哲也出來選的狀態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蔡英文拿到是26.2% 這個賴清德拿到是26.5% 這個部分告訴大家的是說 好像不管是蔡英文或是賴清德 他們如果在薩喀都的狀態之下 支持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 雖然差不多 但是都是第三名 也就是說都輸給了柯文哲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出選 到底要用哪一個套餐 就是說到底要看的是 互比跟只有兩組人 或是要看薩喀都 就會決定說到底在黨內 應該支持的是賴清德 還是蔡英文 所以賴清德要點的餐 就是藍綠對決的這套餐 還有黨內互比的餐 在蔡英文來講 他當然唯一要藍綠白 薩喀都的這個套餐 因為這個套餐對他最有利 他跟賴清德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民進黨要用哪一種 其實我們民進黨 沒有規定的那麼清楚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對手政黨 有提出候選人 當然這就可以做對比式 現在問題就是國民黨 也一直賴著賴著 一直沒有推候選人 所以變成好像我們必須 就是互比式 但是這個互比的第一個 就算要互比 這個問題怎麼鋪排 這問題怎麼寫法 不是直接你支持誰就好了嗎 不是 這個問法 所以會做排檔民調 所以這樣還是有一些 還有一些問題上 有一些問題 基本上你問的時候 就會有排檔的情況了 這個最主要是要他們 兩兆雙方當事人 你支持度民調不是只要問說 你支持誰而已嗎 還有其他的問題 會剛在前面嗎 你看國民黨 到時候他們的民調也一定是 前面會有引導式的問題 因為他們已經 因為國民黨已經快定於一尊了 所以基本上 他們的問題沒有那麼大 但是民進黨因為兩強相爭 你要設定的問題 必須兩兆雙方都同意 所以事實上 民進黨其實並沒有延後 其實我們持續去看 我問一下初選的民調 除了問你支持誰之外 還會問其他的問題在裡面嗎 當然有一些程序性的問題 譬如說你前一次投給誰 你過去幾次大概投給誰 會有這類的問題 民進黨的排檔民調 就按照他過去的投票的 你所回答那個去做一些 就是說你如果過去 是投給國民黨 你就先把你這個樣本踢掉 他通常會有問這類的問題 你前一次會投誰 就投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大概都會 這都算是一個程序性問題 都會投 應用這樣的程序性問題 會了解到受訪者的 政黨傾向是什麼 所以才能夠再去做 比較詳細的分析 OK 所以兩黨都會有 類似的題目出現 但是國民黨是不會把 假設我前幾次都是投民進黨 他不會把這類的答案 把它剔除 這個樣本還是會留下來 對 樣本書 還會進入他的樣本裡面 變成他的母體 所以可能兩黨在細部的 民調作業上有點不一樣 國民黨過去都不會做排率 國民黨不會做排率 民進黨做排纜 民進黨後來沒有 以前選民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問題的設定 必須他們兩個當事人 兩兆雙方必須談妥 為什麼 因為怎麼問法 要問幾題 因為這個都有一些 會 會影響結果嗎 對 當然 當然會 所以這必須他們兩位去談好 因為國民黨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國民黨就韓國瑜 韓神一人獨大 即便你現在有財神出來 但是也可能還是稱呼其後 所以基本上 你們不會有那個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兩強相爭的時候 確實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感覺好像強弱 還是有別 沒有 其實在如果對比的時候 你看他們兩個差不多 表示我們綠色的支持者 你是說沙喀都的對比還是 對 一對一的對比 沙喀都差不多 因為現在最可能的情況是沙喀都 你覺得柯文哲一定會選 我認為 我上次就講了 他腿都抱了 心都嬌了 錢都拿了 他怎麼可能不選 所以你看他上個禮拜 他還去密會某大財團 他去推銷他的柯P護身符 對不對 他的柯P平安符 柯文哲已經多次向各大財團 去推銷他的柯P平安符 所以這個用意已經很清楚 如果是對比的時候 你看我們綠色支持者團結一致 你看蔡英文跟賴清德 沒有不相上下 賴清德還是贏 還是贏 那個在贏 沙喀都的時候不相上下 算不相上下 對 但是都是第三 我就想 小時候胖不是胖 我小時候胖現在還是胖 妳例外 妳比較熱視 我要反駁一下世界議員 你剛剛一直說民調 這個你剛剛講的 小時候胖不是胖 其實民調是要看趨勢的 你要知道蘋果這一個 他是2月20號跟4月15號 相可已經快要兩個月 他作章的民調 他給大家一個最大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說在趨勢上面 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化 韓國語還是領先 柯文哲第二 然後有變化是什麼 賴清德是第三 蔡英文調到第五 朱立倫若放進來 朱立倫是第四 蔡英文是第五 第六是王金平 他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排序 然後在前面 第一名是韓國語 第二名是柯文哲 這個沒有產生變化 如果兩個月來 這個沒有產生變化 這個叫做 是一個是已經形成了 不是你講的 小時候的胖不是胖 因為他不是10天 10天做的一個名字 他已經已經到大學了 他已經鞏固了 他是數字已經鞏固了 鞏固了往上走 我覺得民進黨要擔心的是 為什麼在桑卡都的情況底下 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也好 上不來 大概都在20幾% 都在20幾%沒有上來 這個才是民進黨的困境 另外一個困境是說 如果採兩個互比 或者是對決的話 賴清德是贏蔡英文的 但是你們現在所有的做法 你剛剛都是推脫之詞 你說什麼 這個問題太複雜 設計要很久 我告訴各位 如果按照這個調查時間 就是原本民進黨 不要更改任何的旗程 這個時間就是調查時間 調查出來的結果 你說不用延期的時候 蔡英文就出局了 這是蔡英文為什麼想方設法 一定要延到5月22號以後再議 是再議 也沒有說5月22號要做民調 因為他自己內部的民調 應該已經看出來 在這樣的形勢底下 如果採護比 他輸 他完全輸賴清德 怎麼可以讓黨中央 啟動這個民調 所以你看他精算得很厲害 這個調查時間就是4月14到15 就是原來差不多 原本民進黨要做民調的時間 對 差不多就那個時間 公布出來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更何況蔡英文之後 還採取很多的攻擊戰術 攻擊完之後 還是呈現這樣的一個差距 原來有可能那個差距是更大的 所以你看 剛剛世間議員一直在幫蔡英文 做一些的推脫支持 講很多藉口 說民調問題設計很複雜 哪會很複雜 民進黨是剛成立的政黨嗎 過去這一種要採取 互比或對比的問題問卷 他有一個基本的 這個民調 大家有很多民調專家 民進黨做的民調 不下數十次吧 民調專家所採取的問題的題目 他在採取什麼樣的中立性 不是考慮兩個候選人的意見 而是應該你這個選務機關 你的民調公司要很中立 所以你設計出來的問題 大家不會有意見 你要等兩個人都沒有意見 那你不要比好了 兩個人一定都會有意見的 但是你採取一個最中立 有公信力的民調公司 做出來就沒有問題 現在民進黨卡著就是說 他們所有掌權者 剛剛韓國在批評的 現在掌有權力的人 他是在做政治的鬥爭 他並沒有真的要讓一個 民進黨裡面現在比較強的出來 這才是民進黨的問題 所有現在的當權派 通通挺向小英 然後蔡清德孤立無援 但是他有民進黨基層 還有一般民眾看出來說 好像賴清德能力比蔡英文強 所以才會呈現這樣一個民調結果 這是民進黨最矛盾的地方 世間議員也在強調說 兩黨推出最強的 按照這個民調 民進黨要推誰也很清楚 國民黨要推誰也很清楚 但是國民黨要去徵招韓國瑜的方向 我們是走在正確的路上 但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要逆向而行 最強的想辦法把他打壓下去 然後讓他出不來 然後全力鞏固蔡英文 鞏固領導中心 你們就是韓國瑜 現在口中在痛罵的 就是說你們掌握了權力之後 完全是把權力 拿來做鬥爭的工具 並不知道要服務人民 所以你們的九合一的敗選 我只能說到目前為止 民進黨的反省真的太少 太淺 然後所以才沒有辦法 讓一個比較強的人 從你們的黨裡面出來參選2020 玉米偉 你是藍營的 你說這些話 你的出發點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也跟韓國瑜一樣 你就是掌握了這個話語的疾風 你一直說民進黨就是沒有 為人民做事就是怎麼樣 好像民眾就唾棄了民進黨 那就讓最強的出來 你們民進黨最強的出來 我就跟你說 我們基層的民意 最強的是蔡賴佩 我不是幫蔡英文講話 我是認為蔡英文或賴清德 個別出現的話 在這一局的選舉 我認為都不足以對付韓神 我認為唯有蔡賴佩 那是最強的 所以我才一再的這麼講 第二點 我不是說這個 蔡賴佩就是26.5 重點不在這邊 是因為現在 現在絕對不可以出選 現在不可以民調 因為他用會輸的問題 兩邊現在都不同意 現在的這一些問法 因為有的問題 兩邊還沒有談到民調的問題 不是 世界很大的一個點 大概你進去過立法院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 目前都在立法院 所以我們也會跟貴黨的 很多的委員 對於這樣的局勢 都有一些的討論 目前為止 陳如剛剛玉民委員所提到的 如果說是完全照4月15 16來說 當然就是賴清德營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講的 但是重點就是 你們現在想要把它改變 唯一可以讓小英稍微有機會的 就是你在民調的解釋方面 你看撒卡都的方法 就何況你不但來講說 這個柯文哲一定會出來 所以我們就假設是撒卡都 你就會可以顯示出來 小英跟賴清德 並沒有差距太大 然後重點在什麼地方 就是因為他是現任總統 所以很多人就會提出來 如果現任總統 然後又跟挑戰者 民調差距不太大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讓挑戰者 來搞亂一些所謂 憲政上面的秩序 這是你們貴打 目前所打的盤算 當然很多人提出來說 過去你們在初選的時候 包括蔡英文跟蘇貞昌選的時候 差距也很小 可是還是讓蔡英文出選 對不起 那時候你們都還是在野打 目前你們現在 目前要鞏固的就是 總統的權力中心 這一點還滿能夠說服 貴黨的很多的委員的 所以你看 你卻把撒卡都的東西 把它擺出來 如果他們的民調沒有差距太大 這個不要說0.3 0.3 即使是差3% 差5% 要把保障現任總統 以至於不讓整個中華民國的現任 陷入一個混亂 這一點是可以說服 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目前為止 小英唯一有機會打敗賴神 就是你們對於民調的一種解釋 我只是要提醒 你們用這樣方法來去操作的話 事實上 即使小英贏得了你們這次的初選 這件事情 就已經被所有支持民進黨人 其實也跨趴手腳 就像你們上演請 你等一下我就告訴我們說 你們的遊戲沒有改變 你們的規則沒有改變 但是事實上每個人都看得出來 為了保障蔡英文的優勢 已經做了很多不同的調配 所以我只能說 目前還有一線機會 就是用這個方法來解釋 而且你又告訴我 蔡柯文哲一定會出來 這是最好對小英 最大的一個保護傘 不要再講蔡賴沛 世間議員 蔡賴沛九合一的時候 就是蔡加賴好不好 那個已經是 而且賴清德還是實職的 行政院長實職有實權的 副總統只是一個虛位而已 蔡賴沛已經成行了 而且已經成行了一年五個月 已經證明那是不管用的 所以就是因為 你現在不想蔡賴沛 你現在唯一最好能夠拯救 民進黨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不斷強調 柯文哲會出來 然後用這個方法來解釋 保障現任總統 只要不超過3% 你們就可以繼續往下走 然後你剛剛說 小時候胖不是胖 對 就像你說的 蔡英文如果取得了 民進黨的內部的 一個所謂的總統的門票的話 你們都還期望 有機會可以往前衝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民進黨 我們國民黨樂觀其成 但是我們還是提醒 善意的提醒 最強的人才是民進黨 還有機會 翻盤的那麼一絲的可能 留作猜口 柯文哲 你那麼善良幹嘛 賴清德長他們聽會 蔡英文長 我們是很中道理性的 中道理性的政黨 我小時候胖現在還是胖 對